为了迎接大一新生 东南科技大学举办风茶盛会 在校长李轻盈的引领下 全体师长与新生 共同将茶宴及其院址 封存在翁冠当中 希望四年的大学生活 都能够朝着自我目标迈进 并且在毕业的那一刻 感谢师长们的教导 而今年最特别的是 还邀请了深坑国校的小朋友 一同来体验风茶的人文精神与意义 由知名街头艺人黄子伦 与东南科大表演艺术系 二年级学生孙玉成 所带来的精彩打击表演 为105年东南科技大学 迎新活动揭开了序幕 今年东南科技大学 再度结合深坑茶香文化 为大一新生准备了 风茶青春茶绝幸福 秋分风茶盛会 校长李轻盈表示 风茶过程中 每位学生都要写下自我的祈愿 随着茶叶风存 毕业那一刻 再度开启茶罐时 除了要检视自己的心愿 是否实现 也同时会以奉茶 感谢师长们的教导 当他们毕业 他们把这个茶叶罐打开 他们把当初 他们封在里面的 这一些祈愿池 拿出来 自己在看 自己来做一个检视 这四年 他们是不是已经做到 他们当初 所要期许的那一个部分 那同时 他们也藉由这个茶 来敬老师 谢老师 他们四年来 在这里的一个学习 在这场风茶活动中 包括深坑区长周敬平 深坑国小校长郭雄军等人 都到场祝福 大一新声 而今年最特别的 就是还邀请了 深坑国小的小朋友 一同来体验 风茶的人文精神与意义 而小朋友们也纷纷在祈愿纸上 写下了自己的心愿 希望那个国中可以长到160公分 还有希望全家人平安 还有那个 希望国中的时候可以遇到好朋友 希望爸爸妈妈可以长命百岁 还希望我可以考前三名 所以今天来餐餐的活动 感觉怎么样 很好玩 在各班导师的引领下 每位学生都将自己的 祈愿纸与茶叶 投入翁冠当中 机械系大一新生周子祥就表示 这样的引心方式相当特别 而他的心愿则是希望 这四年能够学到更多知识 同学和师长们都能够健康平安 我在这个祈愿纸里面写到的是说 希望班上同学跟老师 就是在我东南这四年认识的人 都能平安 然后学业进步 然后私事都顺利 东南科大表示 封茶原先代表着 敬天洗务的意思 而借此导入校园活动 是期盼学生能对自我期许 并表达对师长的敬谢 而一嗡嗡封存的茶 代表着大家共同立下的心愿 朝目标梦想迈进 也为即将展开的大学生癌 带来满满的期望 记者杨邦友超方奇 深坑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